8月20日,随着中国电信00728HK披露半年报业绩,三大电信运营商今年上半年业绩披露完毕,尽管有提速降费等万业因素, 三大运营商营收和利润均出现了增长,其中,混改后的中国联通跨发活力,营收增速和净利润增速都位置第一,中移动营收和增速最慢,中国电信增幅位于三者中间。 报告显示,三大电信运营商上半年共赚817.7亿元,其中,中移动的净利润656亿元遥遥领先,混改后中国联通的增速最快。 净利润为26亿元,增幅到232%。 另外,中移动的移动总客户数,买过9亿里程碑,其互网宽带业务今年也高速增长,用户数为1.35亿户,与中国电信的1.41亿户很接近。 今年上半年,中国联通营业收入为1,491.1亿元人民币,同比增长7.9%。 由于公司持续深化实施聚焦战略,主营业务收入增长较快,累计实现1,344.2亿元人民币,同比增长8.3%。 增速行业领先,实现1bit.458亿元人民币,同比增长4.8%,之前利润达到77亿元人民币,为属于母公司净利润达到26亿元人民币,同比增长232%。 中国电信上半年经营收入达到1,930.29亿元人民币,比去年同期上升4.7%,服务收入为1,775.88亿元人民币,比去年同期上升7.0%,1bit.558.58亿元人民币,比去年同期上升6.5%,股东营占利润达到135.70亿元人民币, 比去年同期上升8.1%,美股基本净利润达到0.168亿元人民币,但有意思的是,不少业内人士反而对三大电信运营商的全民业绩表示了担忧,核心依据来自于工信波路的2018年7月份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报告。 报告显示,2018年7月,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共计实现移动通信业务收入763亿元,对比去年同期771亿元的数据,同比下降1.04%,这是很长时间以来移动通信业务收入的首次同比下行。 请注意,这里特指移动通信业务,而非总营收,三大运营商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是,三大通信运营商今年7月月起集团,取消手机流量国内卖油费以及三大运营商争相借世界杯。 暑期,推出免流产品或低价的大流量假期,包业,是7月移动通信业务收入同比下行的原因,中国电信方面表示提速降费带来的业绩压力。 月前,中国电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杨杰,出席中期业绩发布会时坦言,提速降费对公司收入,领算均带来压力。 目前来看,流量降费或许并非三大通信运营商面临的唯一难题。 月前,相关部门把不同支撑,要继续推进网络提速降费,除了对2018年流量资费下降速度提出要求外,还将推动家庭宽带降价30%, 移动业务收入,成压办,三大通信运营商,旗下的雇往业务,或将面临下行压力。 在双重压力下,三大电信运营商的全面业绩,或因此有明显消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